这么长的一把大狙击枪你见过吗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NZO狙击步枪 枪长两米口径达到惊人的20毫米 最大射程4572米 威力更是大到离谱 这把枪的主人正是本片的大反派 绰号恶魔的顶尖狙击手 只见他后下班机 远处一样物零神车直接爆破 甚至地面都被封锁 恶魔接着又是一枪 这威力简直比二营长的意大利炮还要滚 他的出现让军方头痛不已 几个月前一个贩毒组织头目雇佣了他 恶魔凭着自己多年练就的狙杀本领 为毒枭扫尽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 不晓得是前不久 曾经的王牌狙击手 因负罪感太重 竟然选择引弹自尽 为了对付嚣张的恶魔 军方想到了小辈 他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王牌狙击手 有着击毙63名罪犯的傲人成绩 是名副其实的狙击精英 很快军方得到献报 毒枭将在一处隐蔽的农庄出现 机会难得 特工队长凯特带着一支全副武装的小队展开行动 而小辈与观察员在远处的山坡上 选好绝佳地点 架好狙击枪测好距离风速 等待恶魔现身 凯特带领小队向农士小心靠近 现场异常的安静 果然队员们刚踏击小屋 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瞬间火光冲天 小队成员死伤惨重 埋伏在一旁的恶魔伺机出手 他的目标是队长凯特 可他一直藏在车后面无法射杀 随即一枪打伤了一名军员的腿 准备尾点打员 恶魔就在附近 却不知道他藏身何处 情况十分危险 凯特不顾小辈的警告 冒着生命危险想把队友拖走 恶魔当然不会放过这大好机会 小辈根据这一枪找到了恶魔的大致位置 遗憾的是这一枪打偏 恶魔发现自己暴露 端着枪消失在丛林之中 现场只留下满地的尸体 本次任务宣告彻底失败 恶魔的专业程度 让军方感到惊讶 他不是一般的杀手 显然是受过专业训练 这不是最糟糕的 导致行动失败的根本原因是 有人泄露了机密 也就是说他们之中出了力尖 由于凯特盯上毒枭多年 掌握了他大量的罪状 这也不难理解 为什么恶魔要射杀凯特了 军方出于安全考虑 暂时把凯特与小贝转移到安全屋 同时恶魔也接到神秘人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凯特的藏身之所 安全屋内 惊艳老道的小贝觉察到 恶魔第二枪存在问题 1800米的距离 中间还有障碍 那颗子弹以弧线的方式击中目标 简直不可思议 这是两个顶尖举起手之间的第二次较量 为了防范恶魔再次出现 小贝让观察手在楼顶警界 果然发现了一样 远处一所建筑闪着点点绿光 这应该就是恶魔的激光测距移 没有想到他来得这么快 小贝立即来到楼顶架起屈膝 对面果然是恶魔 并且枪口已经锁定了目标 小贝调整呼吸对着光源的方向 果断射出一枪 距离是1750米 子弹飞行时间需要1.6米 而就在这极短的时间内 恶魔一个迅速侧盘成功躲避 随即射出了反击的子弹 好在小贝及时踪进了掩体 还故意露出脚 恶魔见他一动不动便自信撤离 第二天小贝从墙体挖出这枚奇怪的子弹 现场竟然没有一人见过 拿回总部经专家鉴定才知道 这是国防部最新研究成果 名叫激光制导智能子弹 这种子弹不但威力大速度快 还能自动修正弹道改变射击方向 要知道这种子弹还没有正式投入使用 恶魔是怎么搞到手的 看来内建的职位很高 第二天恶魔找到毒枭所要报仇 毒枭则表示 他刚刚收到可靠情报 小贝并没有死 刺杀屡屡失败 毒枭彻底对他失去信心 就这还好意思来要钱 索性就和他解除了合作关系 之前的安全屋位置已经暴露 上级让他们迅速撤离 在车上凯特接到老朋友打来的电话 他是一位神父 在当地颇有声望 给凯特带来一个重要情报 他打听到了恶魔女友的临时住所 也许在那里能抓到恶魔 可就在这时 幸好小贝反应迅速将他们全部解决 毫无疑问 这次他们的行踪又被内奸泄灭 这群人都是毒枭派过来的 混战后小贝发现凯特不见了 原来他按着神父发来的地址 来到了平民区 这里面布满了毒枭的耳目 凯特来到目的地刚亮出证件 就被一群小混混掏尾 要不是小贝来得及时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不让内奸知道他们的行踪 小贝向上级申请独立行动 随后凯特找到神父 他自小在这里长大熟悉这里的一切 有神父的帮助小贝开始对毒枭的手下赶开猎杀 目的就是为了逼毒枭现身 很快毒枭忍不住了 再次找到恶魔 愿意出重金请他再次出山 恶魔通过调查得知最近神父和小贝走得很近 就让人把他吊在树上逼小贝现身 顶尖狙击手设下圈套 等待对方去钻该怎么做 贸然出去营救等同于送死 不但救不了人 自己也会丢掉性命 眼看神父就要坚持不住了 小贝不得不用两肩打断绳子让他落地 无意枪声暴露了他们的位置 恶魔立即展开猛烈的攻击 幸好小贝反应迅速躲了过去 恶魔没有打中 气急败坏地把所有怒气发泄到神父身上 葬礼当天 整条街的人都来为神父送洗 小贝无意中看到悲伤的人群中 藏着个鬼鬼祟祟的小混 此人做贼心虚和小贝对视了眼 居然掉头就跑 小贝感觉这肯定有问题 急忙追了上去 几下将他制服 这人果然是毒霄的手下 他曾经得到神父的帮助 神父被杀他非常伤心 小贝告诉他酿成这一惨剧的凶手是毒霄 他犹豫再三终于说出了毒霄的藏身之所 有了这个重要线索 一大批全副武装的特工悄悄摸进毒霄的住所 一发烟雾弹 毒霄被同工抓捕 但事情远远还没有结束 真正的幕后黑手还在逍遥法外 而且毒霄知道的太多了 为了自保他肯定会想方设法把他灭口 果然恶魔接到任务选好狙击地点 准备再押送毒霄车队的必经之路将他拘杀 事到如今军方大致猜到了幕后黑手是谁 现在只需要一个诱饵 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小贝故意放出毒霄在面包车里的错误信息 恶魔很快收到情报 全身贯注地盯着瞄准镜等待目标 面包车终于出现 恶魔扣下扳机 一枪过去面包车当场暴飞 为了万无一失 恶魔飞飞手还安排杀场 为了面包车更乱走 结果被埋伏好的小贝及最有劲力去杀 恶魔见状又鼓励一枪 恐怖的破坏力让面包车远速爆炸 这一枪让小贝锁定了恶魔的位置 接着迅速开枪 一颗子弹向着他的方向飞了过去 这一枪似乎打高了 不用担心这一发可不是普通的子弹 原来任务前小贝收到了 国防部最新研发的引爆狙击弹 测好距离射出就可以在目标处爆炸 就这样恶魔脑袋被轰得吸碎 而真正的毒枭已经离开了危险区域 被打烂的面包车 只不过是遥控驾驶 这时小贝和队友决定不装了 一辆面包车不仅除掉了恶魔 还吊出了幕后黑手 真可谓是一键双雕 至此电影结束 大家相信目前存在能改变方向的狙击子弹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里是乐迪说电影 免得关注将会再见